所以这是我说的邦交国际话 纯粹是以一个背包客 一个旅行者的角度 带大家认识这些国家 跟政治没有关系 跟政治无关 希望大家可以借由我的影片 看到这些国家好玩 好吃的地方 看到这些国家的美好 就跟着荣历险记继续冒险吧 这里就是土瓦鲁啦 荣荣历险记 邦交国际化的第一站 那我必须要来跟大家说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明天嘛 原本是明 表定是明天要去土瓦鲁 早上9点的飞机 结果 我昨天收到一封email 他说 要改时间 因为 机位超慢 我就 谢谢 我搞不好不用去了 然后我在Pacific Harbour也没跟鲨鱼潜水 我直接 傻眼 崩溃 虽然飞机可能不飞 但我还是要去一趟Suvah 就是飞机的首都 好啦我现在刚到机场 准备check in 因为还不确定等一下的飞机到底有没有飞 但是我还是来到了Suvah的Nassari International Airport 反正就来了 我就直接来 反正他如果要赶我走也没办法赶我走嘛 我就是要去土瓦鲁 好吧那等一下就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去土瓦鲁了 待会见 好我拿到boarding pass了结果呢一切照常让我check in啊然后还是给我的boarding pass 那我应该是能去土瓦鲁吧 好好太棒了 结果真的机位超迈 然后他刚刚的那个 就是crew来进来找人 就是说有没有志愿的 看要不要直接 改礼拜四的飞机 那位大叔呢 超潇洒 直接说好啊礼拜四就礼拜四 英雄 大家直接给他评赏了 太棒了 那机位超卖是怎么解决的啊 其实是超重了600公斤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既然没人想改机票 他们只好把一些行李拉下来 礼拜四再送过去啰 我现在到土瓦鲁啦 好爽喔 好兴奋喔 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旁销骨耶 酷喔 好啦我现在人已经在土瓦鲁啦 这是我的 邦教国计划第一站 那这边就是他的机场 那这个就是入境卡 他是 四张四个小张组成 那我现在就是要入关 等着进到土瓦鲁的地方啦 喔好兴奋喔 那刚刚通关完了呢 后面这里就是 土瓦鲁的行李转盘了 他们就会把行李全都放在地上 Milamona Hotel 就在机场旁边 对 only two minutes from the airport from the airport 然后来到这边我已经发现 这是台湾的指证 这个是台湾玻璃馆 哇 然后等一下就要跟使馆的人吃饭 那先check in 放东西 这里就是我在土瓦鲁的两天 都住在这里 然后是一个晚上45块澳币 大概是900块左右的台币 OK啦 土瓦鲁的首都 福拿福提 就在形状像香蕉的 风嘎菲尔岛 在这里使用的都是 澳币哦 土瓦鲁人属 波里尼西亚民族 这边的官方语言为英文 全国人口大约有 一万人 但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 都聚集在风嘎菲尔岛上 来到这里骑车 别忘了是靠左边行驶哦 我是Ben 那你是 我是Eric Eric 你一定在这边多久啊 已经两年了 我在土瓦鲁两年了耶 好酷哦 那我们现在要先去吃饭 那这是当地一家 算最好的 最好的餐馆 全国最好的餐馆 那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口味 来让大家看一下 看到这个国旗这块匾额 非常的感动 我现在就在土瓦鲁的 台湾大使馆 我们进去看一下 里面长什么样子 好不好 来看一下 台湾住土瓦鲁的大使馆 你能看到吗 在国外看到国旗就非常的兴奋 还有我们蔡英文总统的肖像 大概就是这样子 大家好我是Ben 这样子啊 我是苏大使 苏大使 苏仁船 苏仁船 在住土瓦鲁的大使 欢迎Ben过来这里了解这个土瓦鲁 然后呢带一些讯息给我们的这个 Ben's Adventure的这个 哇大使帮我打笼告耶 对对对 可以多了解一下我们这个 在南太平洋的一些友邦的情况 然后我们这个 派住来这里的同仁的这个生活的状况 所以他们就在1978年 就10月1号他们就独立 所以他们独立 今年是他叫做土瓦鲁队 嗯 然后我们在1979年9月19号 建交 跟他建交 所以到现在差不多39年 39年到明年40年 那土瓦鲁算一个蛮有金不会变来变去 对所以他算是一个比较忠实的这个官邦 又棒 那人也是比较 较高意 较高实 比较实在 人大致上一般来讲 都跟台湾人差不多 也很好喝 对外国蛮友善 OK 我只能说苏大使真的很chill 能跟这么chill的大使聊天 也算是成就达成啰 而我忘了说派住在大使馆的官员总共有三位 一位秘书 一位副参佐 还有就是我们的苏大使 那我现在骑着向那个大使馆借来的脚踏车 要前往 要前往岛北了 要去寻找一个 特别的景观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这里就是土瓦鲁啦 荣荣力潜技 方桥国际化的第一站 好 好啦 骑了一段时间 我从来到了这个景点 先来介绍一下土瓦鲁这个国家 土瓦鲁呢 是有大概 很多很多很多个 珊瑚礁岛 但比较大的有 10个 你没有看到 后面小小的一些 10个包围起来 那中间 就形成了 西湖 那从这边的海到 那边的海 有多近呢 我相信 我在讲这段废话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OK 这边有没有 走 12345步 以内 绝对会到对面 那除此之外呢 每年的 2月3月 会有一个叫 King's tide的旗关 这边的海水 会直接把这边的 这段道路 直接淹没 来土瓦鲁 壁坎之一 那由于 这边的风 实在是太大 这海风实在 太强了啊 所以我要慢慢的 骑到南岛 就是我住的地方 然后再好好地跟大家介绍一下土瓦鲁这个国家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按个喜欢 打开小铃铛 最重要的是别忘了分享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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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